好 下一个feature 下一个feature 叫做remove private AS 就去除私有S号 对吧 这个我们讲过 传统的AS号多少个比特 传统AS号是16个比特 对吧 从1到6535的 其中最后的64512到6535 是做私有S号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是运营商 那我的客户想跟我用BGP 但是他又没有申请了 是吧 共有AS号 那怎么办 那就用私有S号跟他见呗 对不对 但是私有S号的路由 应不应该传到公网那边去啊 那很显然是不应该的 就跟你那个私网的那个 什么 IP包也是一样 不应该传到公网那边去的 对吧 路由也不应该传到公网那边去 那既然不应该传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私有S号给去掉 那比如说这边有个 6005 6001 6002 6003 当然了多大四 对吧 好 那现在 有两个地方 可以打这条命令 去求COS号命令和比较简单 命令是比较简单的 命令是什么 就是neighbor 10.1.12.2 什么remove private ads 命令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看一下 记一下啊 好 这边听到没有 这没问题啊 remove private ads 好 命令比较简单 那我们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这个地方敲 第二个是这个地方敲 请问你觉得在哪个地方可以敲这条命令 你觉得是哪个地方敲 讲错不要紧 反正无所谓 这是在实验 对吧 你说呢 这个S4 这不是S4吗 它是公有的 这个S9 它也是公有的 23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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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答案呢 是不对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这个地方敲 在这个地方敲 在这个地方敲是没有用的 这个地方敲没有用 我们做一个呗 123 就拿123 4 3呢 我就简单一些的啊 3就用公有S了 S3 我就不用 我就用1 2 3 4 这次来设备 能听懂的意思吧 它是公有的 它有公有的 这两个私有的 我过一下啊 看一下 看效果 主要就是看效果对吧 NoRod BGP1 NoRod BGP2 NoRod BGP2 NoRod BGP2 2 对吧 对吧 1Rod BGP65001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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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BGP Rod ID1.1 Neighbor 10.1.12.2 2 对吧 对吧 Network 11.11.11.10 2 Rod BGP65002 搞错了 这边应该写65002 2 2 No No BGP Rod ID2.2 Neighbor Neighbor 谁 10.1.12.1 Rod BGP65001 Rod BGP65001 Neighbor 3.3 呃 10.1.23.3 Rod BGP3 可以吧 啊 Rod BGP3 No No BGP Rod ID3.3 Neighbor 10.1.23.2 Rod BGP65002 Niver 10.1.23.24.4 Rem vazates 4 对吧 那四 Niver 10.1.34.3 Rem vakates 3 都是EVP啊 咱们都是EVP 好 我们就这四个了 对吧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I.E.上面 发布一条路由 10E的路由 11R.1的路由 那11的路由在R1自己本地 应该是没有S号的 这没问题啊 到达R2以后 11的路由S pass是65001 这没问题吧 收BGP IPVS Unicast 到R2这边来 65001 然后呢 发到R3以后 在R3上面 11的路由是65001 65002 这没问题吧 OK 001 002 下条不可达 不可达Update 3 BGP Update Delay1 对吧 然后再说一遍 就有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3会发给4 在4上面 11的路由 应该是65001 65002 还有一个是3 对吧 到4上面去看 6001 6002 还有3 没问题啊 好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开始来传了 我们有两个地方 可以做这个 做这个步骤 对吧 第一个呢 是在这个地方做 第二呢 是在这个地方做 刚才呢 我们讲的是 在这个地方做 对吧 这个地方做呢 答案是不对的 效果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2 对 002 never 10.1.23.3 remove private as 敲了 clear RVBGP信号 solved out 到R3这边看去 是不是相当于把65001 给去了 在R3这边 是不是65001去掉了 啊 还剩一个65002 对不对 还剩个65002吧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 说白了 这个命令是在什么时候生效 是在出去之前生效的 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配了 他会把前面的那些cos 不管你有多少个 全部给他删掉 删完以后 你再发给R3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S号给带上了 所以说到R3上面 他又剩一个65002 这能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命令呢 实际上是在出方向之前 在出去之前生效的 听懂了哈 出去之前生效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不能在这儿瞧 应该在哪儿瞧 应该在这个地方瞧 对不对 这个地方瞧 这个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 对于这个来说 这个是大的运营商 下面是咱们的客户 我给客户分配的是COS号 客户自己又分了COS号 那COS号在客户内部 自己传的时候 无所谓 传到运营商 运营商在发给其他运营商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COS号全部去掉 对吧 你自己认识这边的COS号是没有问题的 这能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大SP他本身的客户 分配给他的就是COS号 就是我自己上面看到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在传给其他运营商的时候 是不应该传出去的 这能听懂我意思吗 另外一个就是出发生效 好 好 那我们留着啊 把2这个命令给删了 65002 漏掉 clear IPBGP信号soft 往上这边看 就是两个对吧 然后呢 3对4敲的时候 remove private AS clear IPBGP信号soft out 往上这边看 是不是只剩一个3了 反正两个S号全部删掉了 对不对 看懂了呗 就remove private AS 好 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么下面继续 下一个 又是另外一种环境了 另外一种环境 这个真实S号和COS号是间隔出现的 这时候 65005 S1 65002 S3 S4 S9 等等的 间隔出现的 好 这时候 我在 3对4呗 3对4 敲一个remove private AS 这时候呢 那么我删除 好 这时候呢 删除不了的 就是删除不了 默认就是老大OS 这是删除不了的 私有S号和共用S号间隔出现的时候是无法删除的 无法删除 我们试一下啊 我们就不带酒了啊 不带酒 我们就51234 舞台设备 做一下 Raud BGP65001弄掉 对吧 然后呢 这边敲一个 就是65002 R是65002 对吧 neighbor 10.1.1.1.2.1 remove是1 OK 然后呢 R3这块 把原来这个命令给删了 不是这个命令给删了 好 我们BG R1呢 这边瞧 Raud BGP是1 1.1 neighbor 10.1.2.2 remove是65002 10.1.1.5.5 remove的s是65005 R5 s2-0 10.1.1.5.5 65005 no no BGP Raudy 5.5 neighbor 10.1.1 5.1 remove是1 network 55.5 55.5 55.0 BGP update delay 1 interface lookback eco 55.55.5 55.5 好 这边发布一条路由 55的路由 这条路由呢 会发个1 1会发个2 2会发个3 3会发个4 在4上面看 55的路由 s pass 应该是65005 1 65002 3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那 3代对4发的时候 我看一下啊 受BGP IPV4 unicast 自己始发的是没有S号的对吧 发给1 这个65005 发个2 65005和1 发给3 发给4 到4上面看 55 这条路由 是不是 间隔的呀 那间隔的这种 3对4 做 neighbor 10.1.3 4.4 remove private s clear IPBGP 信号 soft out 到阿斯这边看 有没有效 没效果 没有效果的啊 没有效果 就是说 就是说 像这种间隔出现的 是无法生效的 至少老达 S是无法生效的 老达 S你要这样做的话 必须用 一些 其他的方式来做 其他的 可以变通的方法来做 啊 变通的方法来做 你不用变通的方法 这是没法做的 啊 没法做 那在新的OS中间 给大家提供一条命令 新的OS中间 给大家提供一条命令 叫做neighbor 10.1.3 4.4 remove private as out 哎 这是个新的命令 老达S是没有的 如果是out的这种参数的话 不管你是连续的COS 还是间隔的COS号 全部可以去掉 这是以前 以前人家联通 就这么一个需求 他们的客户那边 私有是那个的 好继续啊 这条命令就是 人家看一下效果啊 看一下效果 clear IPBGP 新号softout 然后呢 我们到R4这边看起来 看到吧 间隔的COS号可以删除了 啊 就是 新的OS才 才支持的一个新功能 以前呢 这个没有这种功能 人家 连通就有这种需求 他客户那边 他的S号呢 有工有私有间隔的 那种的话 不太好做的 除非 除非你 你要想办法变通 才能做下 比如说你一跳一跳的删 对吧 像一对二的时候呢 把它删掉 把这个65005给删掉 然后呢 这边做的时候 做那个localS 然后呢 repressS localS repressS 把那个叫什么 一个公用的S号 把这个 这个私有S号给替代掉 啊 这个私有S号给替代掉 这样的话呢 才行 才能把这个间隔的这个给去掉 以前老的话呢 没法做 或者做联盟 联盟的话 就相当于把这些 COS号全部给替代了 对吧 但是呢 我呢 可能会丢失一些S号 可能会丢失一些S号 这也是他的问题 啊 也是他的问题 用联盟也是可以的 行 那个就不管了啊 localS是联盟 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那个做的不麻烦吗 你有一条命令可以搞定的 那就最好了 所以说四哥呢 他就开发了这一条命令 加了一个all这个参数 挺有意思 行 那这个我们也讲完了啊 我们讲完了